我們補充一下就是 如果老師您在加影片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更快的方法 你看這邊 在這邊加號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要YouTube播放清單 老師平常在看影片 有些人是不是已經把他的資料 是不是先整理好了 比如說像您如果去看我的那個 YouTube 這裡 那您會看到我這裡不是都有影片嗎 對不對 全部都在這裡面 那您只要給他這個網址就好 給他您的那個網址 你看他把它複製起來 我在這邊加上YouTube播放清單 你就把那個清單把它貼進來 有沒有全部都看到了 有沒有一次就加進來了 是不是比較快 你就不用一個一個慢慢的去點 因為有些人他已經把我們整理好了 這樣就速度就快很多 當然你也可以不要的 比如說哪一個我不需要的 我就把那個取消就好 這樣是用標準方法裡面比較快的方法 但是還有更快的就是要擴充工具 我在看這個網頁的時候 在看這個影片的時候 我可以在這邊直接就裝起來 直接把它加進去 等一下我會示範一下給各位看 您會發現說這樣更快 為什麼 因為當您在看資料 本來我們整理資料都是怎麼做 都是看完了之後 有想到就複製貼到你的寶庫裡面對不對 但是不用 現在是邊看 按一下 這加到哪一個教材裡面去就好了 等於您在看資料就在整理教材 就在整理教材 那這個是one note比較不一樣 待會再找時間給您試一下 那我們現在呢 這樣了解了之後 我們待會就要來建立自己的群組囉